东京一个人吃饭 今天来到了东京车站 这会儿有个印象派的画展过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陆雷 这里是这个展馆唯一可以拍摄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梵高的真迹 这是一堆车站的车站 这两年前来过一起 同事住在这边 从今到头去 那已经回国了 我们来到了新宵宴 这里也有很多中国人 两个人 刚才打电话很厉害的 嘿嘿,拿着呢 除了剥剥鸡 还有别的可以点 内容挺多的 上菜啦 看这红油的颜色 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一定很好吃了 已经都开始了 这个是同情人点的 号称蒙古大卫王 新疆大卫王 这是新疆大卫王点 特别好拍的 可惜的,你们看不到它的 看了个点美颜 不是,你会去剪的几杯 干杯 就点了一个蒸汁 一会儿干 一会儿煎扁 差不多跟佛一样到这里 先吃哪个好多 先吃哪个好多 这个毛肚子 白的 这边有点硬 普通吃到那个 这种美食播主的食物 然后旁边一起吃的 人家跟赤脚 吃得点 你先回吃 所以我没想到这个菜间是两个 我一分是热 对不起 吃你了 吃你了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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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吃了 这肚子好 这个 是啥 脆骨 我最爱吃脆骨 脆骨好吃 我最爱吃脆骨 我最爱吃脆骨 不管是膝盖的 好像那个生的那块 我都敢吃吧 这里吃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 大概这么多 然后 对 这么多 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摸摸的吃着 一句话不说 我刚才看起来 吃了两小时 把他也看累了 牛鸡鸡 这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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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这么炸 好香 刚才素兴生说 建议第一次来个人 不要点很热 真的觉得有点太清淡 所以我们说和人放下来 我好 还太多一点 您做一下稍等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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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这个 嗯 你看这啥比赛 咱们吃太快 腔肉 那果然粘一根之后 再烧出一点 雪豆 我盛三维 串中脂肪 这点好像势力上 这个硬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喜欢的那个 有点硬硬的感觉 比上次吃的那个 铲铲小锅的那个药 现在尝一个 味道 吃饭真的不错 安食蛋 爽和酱 安食蛋是今天第二好吃的吃饭 第一个吃饭的那个蟹豆腐 红油酥油糖豆腐 咱们的美女像超了一个地转 大家帮我分一下 他是不是有什么暗示给我 这个爽子是不是有什么抑郁 总的话请先弹幕说一下 这个排骨虽然连着了 但是这个排骨挺有心的 把这个骨头给挖上去了 所以毫无忌惮地直接去嚼就可以了 刚才女士摸了一下我的膝盖 可能有什么暗示 这我们要理解 有力的话请自慕说一下 我一个女孩专家在四点之后摸上你的膝盖 然后稍微点点力点然后又刷开了 大家帮我们想一想这是有什么寓意 从今天我们在中华料理写了法餐 法式酸汤肥牛命 这个酥味 看一下有没有法餐的味道 把柜里先喝一口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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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脆 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味道 还带着一点咸味在那里 而且它有点微微的乱 我吃了 吃了点咸味 这些肉 还能完全吃一口 有脆的味道 所以我回家了三个鞋豆 两个蛋鞋 今天去美术站要买点东西 出来的冰冰冰 这次就做酱饺了 因为上次吃酱饺没送出去 这次吃酱饺 哈哈哈哈 两个也觉得不是去看那个酱饺展的 我买了一个那个酱饺展的 我买了两个小鞋 我说到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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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